2017年11月1号拍了片子以后 就是2号 11月2号 3号就生死一下 到4号的时候 就是2017年11月1号 11月1号 到一个一家三家医院 就是谷歌看 就是天上 他给我看 然后拍了个政策片 拍政策片以后 就11号拍的 10月1号拍的 2号 3号就出现生死亚 然后是4号以后 从4号开始 一直到现在9号了 就是10月9号了 这一个多星期的 就是赶到这个双腿麻木 双下肢麻木 要款一下双下肢麻木 桌地板比这个腿麻木的很 双下肢全麻 桌地板比这个腿麻的很 就是沿着走路 沿着跑 沿着跑 就是沿着走路 沿着小跑 不是小跑 然后就是说你要 你在这儿干 不是 我这个弄弄弄弄弄的 就是说我给这个 我得看看这个 我说马上瓶 不是 我说马上瓶 我得开着呢 我真的 你不要拿这个东西 拿这个东西不给你看 不是 我这个没事 你我没对着你 我觉得咱们俩这个谈话的这个事 我说我喜欢你的关掉 不是 我这个情况我在那边我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 那你没关掉 你看 你看 我珍重我没有不珍重你 我骗你关掉 到医院里看 你都没法交 不是 我不是没有交流 你跟我没有仇 你如果 你看哪些 你只要你看哪些 你稍等一下 我去叫医院 你要看那个医生的 他这个 他在 我这个东西没法给他看呀 他是硬着他看过 他又到我这儿来看 他拿着摄像机都没法看的呀 不是 我跟你 我很快就说 我就说完了 然后到这个十一月 你要关掉 好 我关可以 就是十一月 你怎么注意着我开东西里 我在底下都没拿 你怎么知道的呢 不是 这是开病 我问你 那说明你提前就知道呀 不是 提前知道 你小人不需要 不是 你听我 我在秘密里给拿在底下 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的 你为什么 我看到你 你根本就没看到 我在下兜里 我给拿出来的 我在开了 你怎么知道的 那说明你提前就知道 我怎么提前知道的 那你不让你告诉我 我在下兜 我在下兜哪里 然后我秘密里开了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拿出来 在桌子底下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要焦急 你想弄你还弄的 对啊 你现在是 我说问题 但是 但是我告诉你 我也得 我给你提供 我详细听 对对对 咱们又没问题 对 就是没问题 你只要一挖处理就行了 你做一个医生 你做一个 你只要没有 没有 没有违远国家还得还 没有医疗排案 我 你怕什么 你说的什么 我现在要问你病实的 你说 你为什么要卤 不是 因为我被他医院拍了 我就恐惧 知道了吧 你懂了吧 恐惧呢 可以的 你知道的 你站到这边 要不要说 要不要说 你护士长来也行 你现在再问你病实 听不见了吗 行行行 你先神经内科就看了 你现在游到我这儿来看 对对 我挂了你 你上个号 最好是不要卤 但是你一定要卤 我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情况是不好的 我知道 因为我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我的苦难 承受的苦难 我跟你说 你政治人想象不到 别人就不如说了 知道吧 你现在说 你继续说 你站着听不懂 叫他卤 没问题 这我跟你说 如果警察来了 要报警 警察来了 我说的倒就他 我说的家库不严 那大量的东西说出来 那你交易 对 就是说 所以我这个原因 对 我这个原因就是 咱们就 就是自评 然后就是 就是他4月1号 给我拍了这个 政策片以后 10月2号 3号 就是2017年 10月1号 10月1号 拍了政策片之后 我又记录了 对对对 2号3号 就出现声音试哑 从4号 10月4号到现在 就是9号了今天 都是双下肢麻木 双下肢麻木 就是脚步一下 双下肢麻木 这个脚蹄板比这个 脚蹄板比这个腿 双脚蹄板比腿麻木的狠 就是你掐这个上肢 比如说掐手 他这个 你轻掐一下 他都能感到疼 你掐到这个腿 切到脚蹄板 你不掐狠 都受到疼 就是这种原因 然后呢 他还有一种症状 就从于4号 就两种症状 一个是双下肢麻木 第二个就是出现这个 就是阴景不能拨起 阴景不能拨起 就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早上起来都不能撑起了 这个不正常的 就是说 从那4月1号 4月1号拍了这个 腰椎症排油片以后 从4号开始就出现了两个症状了 就是从4号到现在9号了 就10月4号到现在 10月9号就2017年 就出现这些天了 有多阴景的就出现 双下肢麻木 这个 阴景不能拨起 这个症状 就这样 就这些 我就需要你们医生 我给这些情况 我要报个警了 警察说你该去治治 是不是的 对不对 不能光听你说 是不是的 你该治疗治疗 是不是的 因为我所有的医疗 有治疗呀 是吧 就是咱不报警 咱也在治疗个人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我要在这个治疗 然后我就来治疗 就是说让你们治疗 通过他神经内科要看了 是我主要的 然后他有个问题 他们说也可以挂顾科 也挂肾科 因为他还想着 我挂了我就来问问你 你要说这个 你要说你这个顾科的人 神经内科应看差不多了 你就说这个可以不看了 你也可以不给我看 这也可以 对对 咱们就这个说一下 你来了咱们聊一下 对对对 可以的 对对对 但是呢 我跟你讲 刚才跟你讲了 最好呢 实际上已经不要整 但是这个事情呢 你一定要录 这个事情我是没问题的 因为告诉你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体格心的问题 刚才已经告诉你 这什么问题都在了 现在你要问这个问题了 你刚才说这个问题 我现在也了解你病情了 对对对 了解你病情了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啊 就是单纯照一个S光了 一般规定出现这种情况 明白了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 一般规定 但是你出现这种情况了 你进入检查检查也是容易的 你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但是你说这个 它是正常的不会 它要加大剂量 它要加大剂量 给我拍这个光 它要用加码 吹马达转问你这样 我能不出问题吗 那这个事情 你是跟讨厌的关系 我都报警了 这我都报警了 这我都报警了 但治病跟你这没关系的 我只说我这个病情 然后我这个症状 这个你就如实地 把我按照预划 按照你们这个医院的规章制度 你把我这个侦测 就这些 对不对 我听你讲 刚才是人力快看了 就是先让人力快来 因为我这里 没有什么套属情况 就是这样情况 可能你做了几点图 也是应该的 我马上要做的 因为先这样都看了 但是几点图 那是要排队的 可能要留个时间 可能要留一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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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这里呢 暂时没有新的东西要补充 明白吗 因为这个你不要着急 你感觉有毛病吗 慢慢看好嘞 就身体内科的病例写的就可以了 可以的 我看写的很清楚 下肢 你写的很清楚 记录也很好 你看 办案性功能不好 他给你写 全部给你写 你只要他给你这个病例 你拿着 结果出来以后 几点图出来以后 再说 这个肾科要不要看的 他有 就是英语型不能多起 就是治货 就是这些一块的 都是好开始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你不要讲 你不要讲 你讲什么的 你不要讲的 我跟他看好久了 你讲不好的 好 表姐 这个事情呢 肾脏 这个有没有关系 这个我也不懂 但他要不照了 他照了这个腰也照了 不懂 他又照了腰都照了 这个呢 这个呢 你就多了解了解 因为这个你说 要是不是看啊 或者哪个看啊 这个我也不太懂的 你这个病例要不要写呢 这个写过来 我在写一 不太懂 我写跟他一模一样 你写跟他一模一样 你写跟他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对 就你看事实 他写的基本上是事实 是不是 他就是 就你看病 这个病情跟你想说一下 这个病史 然后这个症状跟你说一下 你只是把我看 做医医生 你依照国家的法律 法规 按照你们那个医院规章制度 去看的 是不是 咱别的啥都没有 是不是 因为我别人是不能管得了的 他警察来了 他对我说 大量的 我的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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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受的大量的 就是正常想象不到的 土难 不是你正常想象到的 他马上说的 他都加个五言 都干了 说不让我讲警察 干了就不让讲 但我会要讲 他这事太多了 知道吧 人是有言论之言 对 因为坦白做的事 太邪恶了 知道了吧 他大量的进行对我的 按我说就是迫害 知道吧 我是大量的事实证据的 知道吧 你不要喝水去 我跟你讲 我这个看哪个 神经理科的一样 你就先检查出来再说 谢谢 别的 我看 我看一下 一样的 我这里都记录 谢谢 每个字都会写上 不要紧张 一样一样 能不能念 咱们还在说 都跟他这个一样的 是吧 谢谢刘医生 其实你们都没跟我 都没跟我说 但是他有这个特殊情况 有的好吗 那你再说 我不能说了 我承受的苦难 我不能对 就咱们不说别的 好的 谢谢医生 谢谢 谢谢